大家好 晚安 我是這團星 一起來關心今天的天氣 這個颱風瑪利亞 路徑又再度往南修正了 我們先來看一下 在衛星雲圖上面 衛星雲圖上面可以看到 其實台灣上空雲量還蠻多的 尤其是中午之後 這個雲量又再度增加了 主要的原因是因為 午後雷震雨的發展 那另外一個需要注意的重點 是這個強台瑪利亞 目前距離我們 大約還有2100公里左右 那預期接下來 持續朝向西北西方向移動 朝著北台灣接近 從這個預測圖上面 就可以看到 瑪利亞颱風 持續朝向西北西方向移動 原本的預測路徑 是從台灣北方海面通過 可是到了今天 預測路徑有一些修改 持續的往南修正 所以在星期二 以及星期三的時候 是最接近台灣的時間點 提醒您 在這個星期二 星期三 颱風是逐漸接近 一定要多注意 這個颱風是蠻強的 已經達到強烈颱風等級 為什麼它會持續往南修正 主要原因是因為 在颱風的北方 是一個太平洋高壓 所處在的區域 太平洋高壓 逐漸往西邊延伸 壓制了這個颱風 往北轉的這個趨勢 所以隨著太平洋高壓 逐漸增強 這個颱風移動路徑 也就持續的往南邊修正了 目前看起來 還有這個 這個四到五天左右 所以持續都還是 有一些變動空間 提醒您在未來幾天啊 一定要多留意最新的氣象資訊 我們回到今天的天氣上面來看 今天呢 累積雨量圖可以看到 在中部以北的山區 雨下的還蠻大的 主要原因是因為 午後雷雨的狀況 預期在明天還是一樣哦 因為明天的風向 跟今天是蠻類似的 今天是偏南風 明天轉成偏東南風 東南風吹上來呢 這個午後雷雨發展的區域 慢慢的朝向中部的山區 做這個發展 午後雷雨的狀況 所以在明天星期天 如果您在中部的山區活動的話 要多注意 午後雷雨下的會比較大一些 跟今天的北部山區 很類似的這種狀況 那至於到了明天 北部的午後雷雨 稍稍的是有減少一點點 不過都還是會有的 到了星期一的時候呢 隨著颱風逐漸接近 風速加強 午後雷雨變得比較零星一點 這個主要是山區 中午過後有一些 這個雲量比較偏多的狀況 至於來到星期二 以及星期三呢 隨著颱風逐漸接近 就有一些風雨狀況出現了 不過目前看起來啊 到了星期二以及星期三 都還是有一點點的變動空間 持續要關注最新的氣象資訊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 在溫度的部分 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 全台灣各地的這個高溫狀況 大約都還有來到30度 所以日夜溫差其實並不大 到了晚上一樣 還是比較悶熱一些 至於在明天白天呢 在中午之前 如果下雨之前呢 這個溫度還是會比較炎熱一點 北部來到35度 中南部 33到35度左右的高溫狀況 在東半部呢 都還是有32到33度左右 所以提醒您在中午之前啊 這個切換戶外活動 都要多注意這個防曬以及防重暑 最後幾個重點提醒給大家 風向開始慢慢轉成偏東南風 持續是比較悶熱一些的 這種天氣狀況 中部山區要多留意午後雷震雨 強臺瑪利亞持續的這個路徑 是往南修正 下禮拜二禮拜三 對於我們是最有影響的 最有影響北台灣 所以提醒您這個颱風 都還是有一些變動空間 持續要來關注最新的氣象資訊 好以上是今天的天氣 我們來看詳細的天氣資訊 明镜頭 神奇史 雷震雨 永嬴 吹 震雨 南 掌 雷震雨 沿 以上就是這一節大愛新聞 感恩您的家住 祝福您全家平安順心 我們再會